这一次啊你这个从新党的角度来看 非常的感谢您能够答应担任新党部分区的第一名 从公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一次可能是台湾选举最近以来第一次啊 用这么优质的人用这么有品位的人 又这么有质感的人来谈和平统一啊 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这一次新党部分区啊 这个排头兵啊 挂名第一名的王建仙这个王院长 那我呢一开始啊就先丢了一个我们蛮严肃的话题 在台湾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朋友都告诉你 谈统一没市场啦不要谈统一啦 谈统一没票啦 那新党30年来就是坚持和平统一 就在这个时候您愿意跳出来扛起这一次大吉啊 明知没市场 为什么你还要跳下来 这个想做立法委员 这是新党啊很客气 排我做不分区第一名 他说这样啊会惹起人家注意一下 说新党还有个王建仙 那么国民党现在不是找这个韩国瑜吗 说可以有绅士 哎呀我这个老家伙还有什么绅士跟韩国瑜不能相比啊 不过呢小弟啊也还有很多粉丝 那么你这个老家伙出来站出来讲一讲话说大家一定会 王建仙怎么又出来选立委啊 我财政部长下来的时候啊 这就选立委在台北市的北区 我第一高票当选 我一个人的得票可以当选六个人 那么还有民进党的大将陈水扁谢长廷 通通在北区都在我的后面 所以那选的非常的风光 非常风光啊 我坦白讲我这个人非常感恩的 所以我就觉得选民对我真的是很好 那么那个时候得票率将近到百分之二十几啊 所以人家开玩笑 你走到街上啊 有四个人五个人看到在一起 你赶快谢谢谢谢 谢票大概就谢对了 所以我就想人民对我不错我应该努力 所以我做立法委员的时候啊 我非常努力 那怎么晓得你努力呢 当时立法委员是三年任期 半年就有一个会期结束 那民意调查呀 就说这一个会期哪一个立法委员问证最好 小弟第一名 所以我问证的时候 今天来的是交通部的问题 这个来的是什么经济部的什么 我就想到什么问题对国家重要 研究以后就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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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政府的机关啊 做事啊 才会比较进步 就对人民好 所以各位好朋友 我做立法委员 我是问证第一名的立法委员 我对得起台湾的选民 所以这一次这么年纪这么大了 为什么又出来选呢 因为现在的状况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我真是不能了解呀 就到什么地方去讲 说两岸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没有票的 没有票的 包括我的好朋友 很好的好朋友都劝我 你不要到处再去讲和平统一 没有票的呀 你不是新党选不分区的立委吗 新党要得票不分区超过5% 和平统一没票的呀 我说奇怪了 这个和平统一对台湾 是重要的无不得了的事 难道我们跟他不要和平统一吗 那是要打仗吗 这老百姓怎么讲 我真是不晓得 所以我就很担心这个状况 所以新党让我出来选 我就好出来选 如果新党这一次不分区的票 超过5%或者更高 能够有两席三席在立法院 这个就给对岸有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 对岸他很注意我们的选举 他就说和平统一 在台湾没有人讲的了 国民党不讲 柯批不讲 亲民党 民进党也不讲的了 新党讲和平统一 你看没票啊 都糟糕到了 这次如果我们又起来的话 大陆就有一个希望 说台湾和平统一 还是有机会啊 你看那个新党 居然这次选的这么好 那个王建宣出来选 选上了耶 他还有一点盼望 如果这次选了以后 新党哑牙舞 其他通通都是赞成 跟大陆要对干的 大陆就想 那没有希望了 对不起 老子就给你对干一下好了 就打他一巴掌就完了 那我在民间也碰到很多的人 我说这样中国大陆会武统 民进党又当选了 新党主张统一的 一点票都没有 这个会武统台湾呢 不会的啦 要武统台湾 老早也武统了呀 怎么现在才武统呢 不是哦 不是哦 从前没有武统 他的力量不够 那这十几二十年 中国大陆简直是不得了的发展 你知道吗 包括军事经济各个方面科技 他都 那么一是这样的状况啊 所以情况不同了 所以现在他要打你啊 那是很容易的 就像一般人就讲的吧 所以中国大陆跟台湾现在的情势 中国大陆是石头 台湾是鸡蛋 这个犹太人啊 非常有智慧的 在他们的智慧的书里面 就说了这个 他说鸡蛋碰石头 鸡蛋完蛋 石头砸鸡蛋 鸡蛋完蛋 总归是鸡蛋完蛋 他说为什么呢 实力非常重要 中国大陆十四亿人口 科技样样发达 军事发达 我们跟他简直是鸡蛋 他是石头 但是我这样讲啊 老百姓又不喜欢 讲三字经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喜欢呢 讲三字经啊 叫他叉叉啊 我简直是个王八蛋了 他说你应该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人真是没有用的家伙 我们什么要怕他的呀 我们现在要军备增加呀 我们要备战啊 你看我们现在 这个训练服役啊 有延长到一年啊 不要怕 我们要备战 给他干 其实他是石头嘛 你怎么备战 也没有办法吧 但是讲了 我最难过的是什么 就是你讲的话 对台湾都是对的 和那个的 他们就是不听 就是不听 包括我的好朋友 对我是很好的朋友 哎呀建轩啊 你不要老讲和平统议和平统议 第一个没票 第二个你再讲 人家都讨厌死了你 你看人家现在不骂你吗 说你是外省猪 你说大陆厉害 你滚回去好了 都讲这个话 所以怎么办呢 我明明看的是这样啊 所以现在我有一点现象 就是我是众人皆罪 唯无独醒 那个独醒的人是很难过的 你知道吧 你晓得这样会完蛋 大家都说不会了 不会了 你就知道要完蛋 你知道吧 所以讲来讲去 这次是我跳出来啊 也答应来选这个新党的不分区啊 是重要的原因 不是为我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我也当过立法委员 还是第一高票当时 问证第一名 我现在还来搞什么立法委员呢 我想借机让大家知道 新党还不错 最重要的是让对岸知道 台湾还是有人主张和平统一 而且绅士慢慢起来 就是这样的